熊熊大火燃燒 黑烟直竄天际 马来西亚冰城东区日落洞 一处马来人的木屋区 11月1号发生大火 造成8间民宅严重受损 35人无家可归 受灾民众暂时被安置 在当地清真寺占住 刺激志工接获消息后 也立即前往关怀 并制造疾难救助金 让大家应激 委员表示 这次火灾可能是定线短路引起 政府相关单位会尽快安置受灾民众 志工也将继续关怀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黄慈玉邓振华 周桂荣 马来西亚报道